大家好我是小馬 我是小馬屁 那我們今天假日又出來給扭蛋囉 好就他就他 黃毛的 對 好 我們這次要扭的是這個 小新的黃毛扭蛋 對 那我們因為之前已經有扭過知識圖 所以說我們這次是 動感超人 鋼打扶機器人跟妮妮 但他這次這個出的一模一樣耶 對啊 他們現在都很過分耶 蠻奇怪的 你好屌喔 我就是這個兔子 顏色有點不一樣 之前是灰色 現在是 但他有點粉紅色 有點不一樣 小包子 不可能 太吵了 太吵了 哇 我上次扭了兩隻兔子 但你們 如果扭到六個擺在一起 就這樣擺在一起 也蠻可愛的 不可愛 我知道你們現在在期待什麼 小馬子從不讓我們失望 阿 阿 我說我都不要兔子了 所以我跟你講 有時候不要亂嗆這些 角色 兔子對不起 好換我換我換我 兔子你不要再出現了 你已經幫我 擋掉三個兔子 應該不會再扭到兔子 噢 剛剛擋我機器人 剛剛擋我機器人 這個蠻可愛 其實我原本覺得他體型有一點奇怪 但是做出來之後蠻可愛的欸 很可愛 好再一個再一個 不會吧 還是扭子 不是啦 剛剛拉姆 我們護爐了 喔呦 我想要小心 小心好可愛 我也想要小心 跟妮妮 不會吧 褲子又再次出現 妮妮出現了 對 他沒有裝那個 他的頭髮其實蠻可愛的 不是 他這樣子好像 小葵喔 超像小葵 好可愛 好我們剩最後一隻了 小心 噢兔子又出現了 我覺得我們今天會扭到六個 六隻兔子 對啊 比兔子好多喔 他比夜我們真的比較多 我們上次扭到七個小葵對不對 對 要刷紀錄嗎 我決定最後還是交給你 後來這樣子的時候 就要召喚你一下 噢呦呦 我醒出來了 可以了可以了 謝謝你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今天算還有扣打吧 還剩下100塊 我們扭了9顆耶 我們真的快要扭到六個兔子了 OMG 我記得之前有個觀眾在底下說 我是寵復如神 你看這兔子擺起來超像我千千在吃小籠包 好今天總共扭了9個 那我扭了幾隻兔子啊 你扭了3隻吧 我忘了 所以你扭了2個兔子 兩個鋼達姆機器人 好我們現在平手吧 好今天平手 平局平局 你不是要講話嗎 哈囉這是我們今天的扭蛋成果喔 這次這個兔子真的重複太多次了 這次商品內容其實只有這4個 小葵 小鑫 鋼達姆 機器人 跟兔子 其實看到這麼多兔子 我有點害怕耶 因為之前妮妮有一集 就是說這兔子就是在她夢裡面 然後報復妮妮 喔我知道那一集 那集好恐怖喔 那集印象超深刻的 我們這次又扭到這麼多兔子 那其實這次最特別的呢 大概就是這個 蠟筆相信 穿了動感超人的服裝 那我們就把它組合起來吧 嗯 我很期待拆這個鑲達姆機器人耶 我覺得她的機關好多喔 妮妮 兩隻好了 欸你今天為什麼組得比我還要快啊 欸很幼稚喔 啊 它這樣子 那這個兔子呢 原本我們看到宣傳圖的時候想說 欸怎麼又是出一模一樣的兔子 然後看到顏色我們才發現 這個是先前出的兔子 那其實他們有顏色上的差異 其他都一樣耶 其他都一樣 那上次是有點米咖啡色 然後這次是粉紅色的 嗯 這次的妮妮呢 她的頭髮跟上次封肩的組合方式一樣 都還是抖上去的 然後後面會有兩個小辮子 鋼達姆機器人 其實鋼達姆機器人 覺得有一點點的胖胖的兒 不過組合起來也是蠻可愛的 對啊 那她手是可以動的 對 後面還有小翅膀 那最後就是這次我們的主角 蠟筆小心 這次是穿著動感超人的衣服 原本看到有鋼達姆機器人 還期待說會有動感超人 結果是以蠟筆小心 穿著動感超人衣服的方式推出 我覺得也很不錯啦 那這一次呢 我們重複的紐蛋 要抽出一個觀眾送出喔 一位觀眾 送出的紐蛋內容 就會是一個鋼達姆機器人 配一隻這個可怕的兔子 可怕的兔子 抽獎的方式呢 就是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蠟筆小溪 哪一段劇情讓你印象最深刻 並且要按讚訂閱分享喔 今天的紐蛋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喔 掰掰